询答完毕 讨论四项 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法务部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 本次会议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综合询答 由委员林文德夫等18人提出咨询 委员蔡适应提出书面咨询 决议 一 报告及询答完毕 二 税入部分 第二款 罚款及赔偿收入 第92项 法务部921万8千元兆列 第93项 司法官学院7千元兆列 第94项 法医研究所25千元兆列 第95项 严正署 1亿2216万6千元兆列 第96项 矫正署及所属309万1千元兆列 第97项 行政执行署及所属99千元兆列 第98项 最高法院检察署2000元兆列 第99项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96万4千元兆列 第100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94万6千元兆列 第101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69万2千元兆列 第102项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234万2千元兆列 第103项 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检察署24万1千元兆列 第104项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9亿4804万9千元兆列 第105项 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4亿4592万3千元兆列 第106项 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10亿6652万9千元兆列 第107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8亿8633万7千元兆列 第108项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4亿1248万4千元兆列 第109项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2亿8132万9千元兆列 第110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13亿2535万9千元兆列 第111项 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1亿8964万9千元兆列 第112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3亿7567万1千元兆列 第113项 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2亿4830万7千元兆列 第114项 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3亿763万3千元兆列 第115项 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7亿4030万3千元兆列 第116项 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3亿2282万5千元兆列 第117项 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7亿2191万4千元兆列 第118项 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3亿3501万7千元兆列 第119项 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1亿3432万3千元兆列 第120项 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察署1亿7135万7千元兆列 第121项 台湾宜南地方法院检察署1亿6042万6千元兆列 第122项 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察署1亿9371万1千元兆列 第123项 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察署3891万元兆列 第124项 不见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3686万8千元兆列 第125项 不见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276万4千元兆列 第126项 调查局147万元兆列 第3款 规费收入第80项 法务部107万元兆列 第81项 司法官学院2000元兆列 第82项 原证署1000元兆列 第83项 矫正署及所属9万元兆列 第84项 行政执行署及所属5万3千元兆列 第85项 最高法院检察署35000元兆列 第86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无列数 第87项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16万元兆列 第88项 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无列数 第89项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1万元兆列 第90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49000元兆列 第91项 台湾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1000元兆列 第92项 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7000元兆列 第93项 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5000元兆列 第94项 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7000元兆列 第95项 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15000元兆列 第96项 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35000元兆列 第97项 台湾屏東地方法院检察署列数 第98项 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察署8000元兆列 第99项 台湾宜梁地方法院检察署2000元兆列 第100项 调查局240万元兆列 第4款 财产收入 第109项 法务部219000元兆列 第110项 司法官学院107000元兆列 第111项 法医研究所13万元兆列 第112项 廉政署54000元兆列 第113项 矫正署籍所属1230万元兆列 第114项 行政执行署籍所属2162000元兆列 第115项 最高法院检察署8000元兆列 第116项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79000元兆列 第117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察署10万5000元兆列 第118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察署2万元兆列 第119项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14万1000元兆列 第120项 台湾高等法院华联分院检察署减薰元兆列 第121项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属无列数 第122项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31万6千元兆列 第123项 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74万4千元兆列 第124项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5万5000元兆列 第125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5万2000元兆列 第126项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2万3000元兆列 第127项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察署6万元兆列 第128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26万4千元兆列 第129项 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4万5000元兆列 第130项 台湾张化地方法院检察署9万1000元兆列 第131项 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察署14万7千元兆列 第132项 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5万3000元兆列 第133项 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12万4千元兆列 第134项 台湾桥头地方法院检察署5万列数 第135项 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查署 148000元兆列 第136项 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查署 49000元兆列 第137项 台湾台东地方法院检查署 18000元兆列 第138项 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查署 18000元兆列 第139项 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检查署 6万元兆列 第140项 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查署 37000元兆列 第141项 台湾澎湾地方法院检查署 18000元兆列 第142项 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查署 64000元兆列 第143项 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查署 4000元兆列 第144项 福建廉江地方法院检查署 2000元兆列 第145项 调查局 204万9000元兆列 第7款 其他收入第106项 法务部 61万1000元兆列 第107项 司法官学院75000元兆列 第108项 法院检查署 5列宿 第109项 廉政署 104000元兆列 第110项 矫正署及所屬 81559000元兆列 第111项 行政执行署及所屬 1671000元兆列 第112项 最高法院检查署 41万6000元兆列 第113项 台湾高等法院检查署 126万5000元兆列 第114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检查署 398000元兆列 第115项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检查署 14万元兆列 第116项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检查署 46万元兆列 第117项 台湾高等法院花年分院检查署 19万9000元兆列 第118项 台湾高等法院检查署智慧财产分属9000元兆列 第119项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查署 6131万9000元兆列 第120项 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检查署 284万2000元兆列 第121项 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查署 623万1000元兆列 第122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查署 1033万2000元兆列 第123项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查署 54万4000元兆列 第124项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检查署 85万4000元兆列 第125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查署 1011万8000元兆列 第126项 台湾南投地方法院检查署 200万8000元兆列 第127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查署 276万3000元兆列 第128项 台湾云林地方法院检查署 92万6000元兆列 第129项 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查署 121万2000元兆列 第130项 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查署 167万6000元兆列 第131项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查署 列数 第132项 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查署 805万5000元兆列 第133项 台湾平东地方法院检查署 102万9000元兆列 第134项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查署 89万7000元兆列 第135项 台湾花莲地方法院检查署 95万3000元兆列 第136项 台湾宜南地方法院检查署 61万1000元兆列 第137项 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检查署 43万4000元兆列 第138项 台湾澎湖地方法院检查署 34万7000元兆列 第139项 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查署 34万4000元兆列 第140项 福建低门地方法院检查署 13万4000元兆列 第141项 福建廉江地方法院检查署 列数 第142项 调查局 87万9000元兆列 3 本案令定于105年11月10日继续审查 4 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紧述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 提案一案 照案通过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认哦 我们现在要接受列席的官员 首先介绍法务部的主任秘书林秀莲 以及法律事务师的司长钟瑞兰 还有司法院民事厅厅长邱瑞翔 好 谢谢哦 那我们首先说明一下我们本次的会议 11月9号跟10号呢 是两天为一次会的会议 那今天我们排定的议程是 继续审查委员严宽恒等19人拟据 民法第194条条文修正草案哦 那明天呢我们排定的议程是 继续审查10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法务部及所属主管收支的部分 那首先呢 审查委员严宽恒等19人拟据的民法第194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那现在呢我们要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 我们是不是请提案人严宽恒委员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大家早 本案委员严宽恒等19人拟据 民法第194条条文修正草案做提案说明 说明如下 按照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一个车祸致死的案件 固然民法第1114条所定的亲属 可以依照本法第192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 向加害人提出医疗支付 增加生活或殡葬费用等财产上的损失赔偿 并且也可以获得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保险给付 但是在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方面 却只能回归到本法第194条 辅慰金的相关规定 限定只有父母子女和配偶才有请求权 如果被害人并无父母子女或配偶 但却有其他法定受抚养医务人时 在失去被害人之后其精神上所受的痛苦 绝不雅于父母子女或配偶 又因不能向加害人请求抚慰金赔偿 纵使加害人有投保任意险 也无法获得理赔 往后的生活也会失去依靠 将死的身心都受到极端的痛苦 现行法的规范显有不足与失衡 所以参佐相关规定提出这项法律修正案 敬请各位同仁给予支持 谢谢 好谢谢严委员 我们现在请法务部的领主密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奉要列席贵委员会审查 严委员宽衡等19位委员女记的 民法第19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代表法务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深感荣幸 仅就本部意见报告如下 本件委员提案修法主要是因为 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 得向加害人请求未粉之人 陷于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但在实务上多有被害人为单身 并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情况 再者其他法定继承人及家属或其赖于被害人 抚养所遭受的精神上损害 亦不亚于父母子女配偶 显然现行民法的194条的规定 跟现行的社会脱节未尽周远之处 因此提案放宽生命权受侵害时 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全人之范围 于被害人无父母子女配偶 只请求全人时 被害人对其父有法定抚养医务者 亦得为请求全人 委员的提案立法良善用心良苦 但是有下列三点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有关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全人的范围 这从民法第194条的立法目的跟外国立法律来看 民法第194条的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自死 被害人之父母子女配偶 虽非财产上的损害 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本条立法的意思是因为生命权受到侵害的直接被害人 因为已经死亡造成权力主体已经不存在 所以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全人 必须因被害人的死亡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为前提 所以取守受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是属于间接的损害 因此法律乃特别规定赋予独立的请求权 因此为了避免范围过广 限于被害人跟请求权人兼具有相当的密切的亲属身份关系 才可以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另外我们参佐外国的立法力 德国民法跟法国民法并没有生命权受到侵害 间接被害人可以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之规定 另外日本民法虽然有规定 但是日本民法的规定跟我们民法现行的194条的规定一样 仅限于被害人死亡时 他的父母子女跟配偶有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么另外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是否扩及所有的受抚养权利人有待斟酌 因为抚养义务依照民法1114条的规定 那么左列亲属互妇抚养医务 第一直系写亲相互间 第二夫妻之一方与他方父母同居其相互间 三兄弟姐妹相互间 四家长家属相互间 那么如果依照修正草案 针定第二项的规定 与被害人同居之配偶父母兄弟姐妹 或与被害人具有家属关系者 均有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但是呢 依照民法第1123条的第三项的规定 所谓的这个家属 那么第三项规定 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 也就是说 家属跟家长之间 未必具有亲属身份关系 依照修正草案的规定 也可以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那么这样的范围是否过广 一再深入的考量 那么第二 修正草案对于其他法治的影响 因为民法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别法 关于以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之理论基础 延伸架构而成的相关法律规定 跟民法第194有关的相当的多 例如消费者保护法的第50条 大众捷运法的第46条 国家赔偿法第5条 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1条 等等都是 倘修正民法放宽生命权受侵害时 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全人的范围 那么这些法律的规定 是不是必须也是会增加 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 那这样是不是头事 实在有必要再深入评估 再者在责任保险上 责任保险赔偿的成立跟范围 需是损害赔偿责任而定 因此如果修正民法第194条的规定 扩张请求全人的范围 那么因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的估算 比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的估算 本身就不容易 而且难有一致的标准 对于保险人来说 那么会影响他各类型保险费率的精算 允于在审慎评估 征询保险主管机关以及工会的意见 第三本部的意见 本件修正草案放宽生命权被侵害之 直接被害人以外 得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之 间接被害人的范围 用心良善 但是因为对于民法以外 其他法治的冲击影响 允于再深入研究 那么因为本部预计在明年开始 邀请学者专家组成民法再篇的修正小组 所以呢我们打算把这个 本次的修正草案的内容 优先在这个修正小组当中来讨论 征询各相关机关的意见 以其完善周陀 那么因此建议贵委员会将 本次本案的这个修正案赞与保留 等本部跟相关机关学者专家 充分讨论之后再进行本案的审查 以上报告尽请各位 尽请主席各位委员支持指教 谢谢 好谢谢主秘 那市长跟厅长有没有补充 不用 好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报告完毕要进行巡答 那每一位委员发言的时间 我们是六分钟 必要之后延长两分钟 那上午十点半一样截止登记发言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是不是请司法院的林主任秘书 请林主秘 保务部主任秘书 林华雅好 林华雅好 林主秘 你好 我请教 我想 这个今天这个修法 那本期有一些 看法就是 我想 天下 没有 不是的父母 那这已经是过去式 那現在英華2010年1月修正 呼籲法院可依個案 彈性來調整這個減輕 甚至於免除子女的護養義務 看到今天這個草案 本席想請教 法院裁定免除子女護養義務之後 那請問相對的財產 與非財產上的請求權 存不存在 依照民法的規定 它只是免除撫養義務 而且依照過去事務上的見解 是在法院裁定之後才免除 那麼所以相關民法上的權利義務 除了免除撫養義務這個部分以外 其他的部分應該都還是 都還繼續存在 那如果請求權還存在的話 那麼權利義務 不對等的情況要 怎麼樣去處理 您看呢 權利義務不對等委員是說 比如說繼承權嗎 對啊 繼承權這個部分 它是應該是依照那個英繼份嘛 對 那如果被繼承人他認為 他的子女有部分人是免除撫養義務 他應該可以在遺囑裡頭是針對他的這個財產去做相關的處分 我想喔那個 卓米亞我舉一個例子喔 我想像這個 沃玉波音 座玉波音 霍軍 大陸 昔 可以繼承 那你認為子女應該 這個 能夠享有代位求償的請求權嗎 依照現行民法的規定還是有 還是有的 對 那或者是這個 受免除 護養義務裁定的子女 是不是可以主張撤銷或 會計裁定 重新享有 這個 你就說他有 一樣是享有這些請求權 對 依照現行法的規定應該是這樣 那個除米亞 是 因為針對主張護養義務當事人 收到免除 護養義務裁定後 那目前在民法上 親屬繼承篇 篇章裡面 對於相關權利義務 定位主張 是不是 這個 你認為有沒有一些 模糊不明的狀況 我 現行法的規定嗎 現行法的規定 並沒有模糊不明 沒有是 是啊 因為如果齁 在個案的實務上發生被害人 就是 免除 護養義務裁定 的相對人 那請問 這個加害人 是不是可以 用遭免除 護養義務為由 有 主張 抗辯的請求權不存在 會不會這個樣子 呃 這個部分 我不清楚 不是在實務上 司法實務上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 其實齁 那個 竹蜜亞 是 我認為說其實今天齁 這個 像 當然 不管今天這個法 這個 到最後 做 做的結果怎麼樣 但最起碼 我一直認為說 法務部今天最起碼應該要有 這個 次長 因為這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啊 啊 你這個 找主命來 這個好像對整個司法法治委員會 裡面好像 輕輕拆拆啊 因為你 對不對 部長沒有來沒有關係 最起碼你要有 次長來嘛 對不對 那結果就叫 主命來 來 來代詢 這個 我認為這個實在是有一點 這個 末世啊 這個 我們這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 你的看法呢 報告委員喔 我們 法務部現在是少一個次長啦 所以 因為 分工上 那個次長另外有其他的要事 所以沒有辦法來 並不是末世 貴委員會 真的不是這樣子 你法務部現在 只剩陳明堂一位次長嗎 另外還有張次長 張次長 因為他今天到台中 有一個那個 就是 國 國際 國際清廉 清廉日 然後 去那邊 的一個活動 那個次長 那個主命啊 我想 我想今天明法第194條 要將灰財產上 損害的請求人 請求權人 的範圍 擴大到 被害人 對其 互有法定 護養義務 那請問你認為 這個 是不是大 就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說 這個可以考量 未來 我們在 剛剛我報告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 預計在 明年開始 針對 民法再編的部分 會做 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那我們預計把這個 議題呢 提到這個 修正的小組裡頭 優先去討論 那你認為要是 如果 換官換為 影響所及 是不是 僅止於這個 在明法上 呃 不只 包括其他 因為我們很多的 損害賠償 都是跟著民法的 所以 如果 民法194條 修正的話 連動的 也會影響到 其他法律 比如說 這個國家賠償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甚至 這一個大眾捷運法 等等 許多的相關的法規 所以說在你認為 還是會 還是會牽動 其他相關 民事 法律的這些條文 對 那個 楚蜜亞 我再請教你 我想在 草案說明 呃 這個說明2當中 其他法定繼承人 其家屬 或 賴其 呃 這個 賴其 那 請問 相較於傳統大家庭 時代 在現代的小家庭 風氣盛行下 你認識 受精神損害 的界定 標準 標準 是什麼 因您看 受精神損害的界定 標準 那 通常 就是 父母子女配偶是 最嚴重的嘛 這是通常的狀況之下 另外 也有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父母子女配偶 然後有兄弟姐妹 那可能會擴及到這個兄弟姐妹的部分 甚至有可能他沒有兄弟姐妹 因為他跟他同居的人 那有可能他的這個傷害 因為他可能 兩個人同居 但沒有結婚 那可能他對他的這個 另外一方死亡 那麼他可能也會有幾大的傷害 也是有可能 那你認為在這個親屬關係變化大的現代 你認為 精神損害認定是應該 鬆綁還是更嚴苛 呃 這個部分 呃 因為我 因為我今天是 就是說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啦 對 因為從現行的社會的演變的話 應該是可以 呃 加入部分 但是可能條件上也要嚴謹 這樣齁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我們接著請 張宏路委員發言 我請主秘 請林主秘 主秘不用再行禮了 謝謝 張偉恩好 好 主秘喔 我先請教一下齁 剛剛林委員有問 那我們的次長 你說去參加什麼活動 呃 呃 次長參加什麼活動是嗎 呃 呃 呃 張次長去台中參加一個 就是國際清聯日 呃 因為我們加入這個 呃 就是呃 國際公約 我們有生 這個加入之後呢 施行之後呢 這是第一年 所以呢 這個活動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活動 呃 次長是去支持 張次長是去支持 另外呃 呃 陳次長到台東去一個呃 呃 我們呃 重要的政 政風人員 本身自己呃 呃 死亡 所以他當那個 智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他去給他黏個箱這樣 那我先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 修正案如果通過 你認為影響大不大 呃 從我們的報告呃 呃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條文如果修正通過的話 對於整個呃 民事上的損害賠償制度影響是相當大的 那 因為我們民事上的損害賠償制度 除了民法的規定之外 它會連動到這個 那個像呃 國家賠償犯罪被害人補償 還有這個相關的保險 都是一樣 所以影響是很大的 影響是很大 我我無意 呃 說 阻密您您的齁 您的位階不高 我沒有這樣子講啦齁 無意這樣說 不過我覺得你們法務部這樣態度是不對的啦 去參加活動會比這個重要嗎 我們今天如果是省預算的話 他要不要來 如果今天這個 今天我們排的是省預算的話咧 你覺得呢 呃 我今天如果是省預算 你覺得他參加活動重要還是預算重要 這個我 蛤 不 你既然代表法務部來 你就要講話 不然你來啊幹嘛 我們這麼我們立委不是都很閒咧 可能這個省預算的時候可能 呃 長官會做不同的處理啊 我說今天如果是省預算的話 你們部理會這樣子來嗎 你們部理會這樣子來嗎 呃 應該是不會 蛤 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不會 不 我今天為什麼要這樣問 我覺得一個法令的通過 對全國的人民影響有多大 那我們從今天這樣看得出來 你們法務部根本不在乎 不重視 呃 報告委員喔 並沒有其實事先這個 我們 呃次長都有 真的這個主席跟提案委員 的這個 呃事先的同意啊 不是 主席有同意啊 啊我今天是說你們 法務部這樣子 你這樣 這樣子讓我們覺得 很奇怪啊 呃 報告委員其實 對任何一個法條的通過 對人民的影響有多大 是 那我們今天法務部 這樣子的態度 我認為是不應該啦 是 所以我們今天是 呃 就是今天的報告是希望說 這個案子先暫時 你希望暫緩 到時候我們如果都不希望暫緩 我們全部把它推過 你 通過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你回去怎麼交代 你覺得你可以擋嗎 你擋得了嗎 可以嗎 如果到等於我們大家就講好了 這個法案如果通過怎麼辦 是 蛤 不 我今天 不針對你 不是針對任何人 我希望你回去要講 我們要樹立一個那個 把每件事情都當成很重要的事情來辦 尤其任何一個法條的通過 都影響很 人民非常廣欸 我請問一下 就今天這個法條的通過 那我問你一下 在同戶籍裡面的人 齁 我如果戶籍是同戶籍裡面 算不算家屬 呃 在同戶籍 呃 如果是 呃 目前齁 如果是他是單身 然後另外一個跟他同戶籍 他可能不是家屬 他就不是家屬 但是他如果是本身除了 呃 他自己之外還有其他的親屬團體 構成一個家 那其他沒有親屬關係的 再加進來他的戶籍 那就會成為家屬 不是 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的話 那如果我現在 這個通過了 我如果是同戶籍的人 他有沒有請求權 呃 要看情況 不一定同戶籍就是家屬 家屬啊 欸 他如果可以證明說 他 他跟他有互惠往來咧 互惠往來 金錢上的往來啊 啊 撫養兩個人 對不對 那不一定 就我剛剛 你能很 你能百分之百的說 說 就絕對不是嗎 以現行民法的 家長家屬的規定來看是 確實是不是 那 如果 他如果 必須要是家長家屬 第一個 他 剛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第一個 他本身要 這一個家 要先有親屬團體存在 那 沒有親屬關係 他有可能 他本來就是一個家了嘛 對不對 然後 有可能 一個戶籍裡面 他有一個家庭裡面 還有別人 在裡面啊 對 這樣有可能 但是他必須要符合 我們 這個家長家屬 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他要符合這個目的 那另外 那原委員這個 提案呢 他還要就是說 他有 撫養義務的 才可以 我要特別點出來 就是說 這個到時候都很難舉證 很難處理 不是 像你這樣法條在講的 這個會造成很多 把生命 變成商業化的一個行為 我不用講太白 你們應該都聽得懂 是 所以我認為 這個很重要 結果 今天這樣子 我要跟主席 如果這樣子 我們今天 就 執行完就好 我們不要去審這個 表示我們的抗議 好 謝謝張委員 我跟委員會致歉 確實是昨天次長有向我請假 那未來呢 次長以上沒有來了 我們就 就這個 我們就都不准他請假了 好 謝謝 那個張委員 那我們接著請周春銘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還是有請那個主秘 主任秘書 請您主秘 周委員好 我想你今天來也是辛苦啦 那主秘應該也是以前是檢察官的資歷嗎 我不是 我是那個高考法治 高考法治 那事實上對民事的法律應該接觸的也是 算有限嗎 還是很精深 今天要來講政策 我長期在法務部 對 好 那其實今天這個提案 我想當然法務部的意見我們都很清楚啦 那當然這個理由上面應該是 也是被考慮被認可的理由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今天這個提案的可能性 就是說還是有個案 會因為這樣子的法律的規範沒有到那樣的範圍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請求這個非財產上損害 所謂的精神衛福金嘛 我們首先來定義啦 首先來釐清 就是說194條這個非財產上的損害 就是你可以有這個非財產上損害的請求權 就是我們現在書上在認定的這個衛福金嘛 精神上的賠償嘛 這兩個沒有差別啦 就是所謂的非財產上的損害請求權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的精神的衛福金衛借金 那現在有兩個可能 就是我們來討論啦 就是說今天為什麼演委員會來提案 那這個提案有被他討論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如果今天像我們現在常 比較最近在熱門討論的 熱烈討論就是說同志嘛 他們有在不管在那個生活感情上面 那個可能都是跟一般父母子女配偶 有相同的這樣至親的關係跟那個感受 可是一旦他的伴侶死亡之後 他沒有辦法去請求 他因為其他人的侵害然後造成這個死亡 他沒有辦法去請求 他不管是基於他感情上面 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些的請求權 但是呢 如果今天照顏寬衡委員這樣的一個立法的方向 他是用這個民法 這個法定服養義務來定 那可能又有疑慮 因為事實上法定服養義務是前面沒有進 沒有進服養義務你才往前進 才往前來承擔這個法定服養義務 而且這個家長家屬間的這個定義可能也 將來的適用上也比較模糊 但是就是說不管往這個 嚴委員的這個方向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這個 還是有他個案的考量 那法務部是說要嚴你啦 但是這個法條是民國18年制定的啦 依照立法院這個法治局的資料 他們的報告是說 好像歷年來都沒有做過任何的修正 那這個部分 但是個案啊 個案事實上都還是一再的 有他需要被救濟的可能嗎 像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像現在很多爸爸媽媽都沒有負擔 沒有辦法負擔其他的服養義務嘛 那就是阿公阿嬤 有時候阿公阿嬤能力上也不行 可能都是舅舅或叔叔阿姨姑姑 這些人在付服養義務 那如果照嚴委員的提案 或者是說這個 我們原來的這個法案的方向 事實上都不太可能去 都不能去造這個 請求所謂的精神上的損害賠償嘛 就是往這樣的方向也有問題 這樣的方向也有問題 可是目前這樣的一個 立法的一個政策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認為說 在實際上有需要來請 可以請求這個精神上的損害賠償的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是需要說法務部來好好研究 那法務部就這個部分 現在的一個研究的進度是到哪裡 我幫你講了快四分鐘 謝謝各位 有關法務部的這一個就是 194條這個規定的部分 確實我們就這個部分 並還沒有這個進行相關的討論 18年的法 民國18年制定的到現在就還沒有任何的研討 你們是把它放到債總要去研討這樣 不是 我們民法的修正 在編的修正在88年有做大幅度的修正 那88年做大幅度的修正之後呢 就沒有再做大幅度的修正 都是小幅的修正而已 那我們就是說民法的修正 大部分都集中在親屬繼承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有關這個民事 親屬繼承 對 親屬繼承的部分 對於債編的部分 確實是比較少去修正它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預計在明年開始 那為什麼明年開始呢 因為法律事務司的費用 老實說我們的業務費已經花完了 業務費已經花完了 花到哪裡去啊 因為我們在今年度修了很多法 一定監護 一定監護還有分居 還有這個為了讓我們的政府資訊更透明 政府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 還有這個信託法 那這些都在修 每一次開會都會花掉很多的業務費 這個可能要回去跟你們部長講 不是來跟我們講 那其實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委員有接受到一些個案 事實上這個都是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 有要他去討論的這個可能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樣的現在的法律 你還是沒有辦法去保障 實際上他真的有需要請求精神上 為附近的人 那就像我們的民法1052條 這個第一項跟第二項這個離婚的室友 那大家社會也長期在討論嘛 到底要分居多久 分居多久才能夠來請求離婚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法律的討論 大家就會覺得說如果這個比較 有第一個說法就是說 夫妻的感情已經不能維持了 然後也分居這麼久了 那雙方大家可能都沒有 沒有在做任何的努力 或者有那個意願要來維持這個婚姻 所以是不是我們要去法律上 要不要去授權說 你分居五年或者分居幾年 那我們就來賦予你離婚的請求權 但是另外又有一個 我們也可以想像的一個需要去保護 需要去顧慮的一些所謂的配偶 弱勢配偶 那他可能覺得說 縱使他沒有婚姻的實質上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婚姻實質上的關係 可是他在形式上 他覺得他對他是重要的 你不能因為他沒有任何的責任過失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就要來剝奪他在法律上 賦予他配偶的地位 所以其實這個討論也是 很多年 但是就像我們在討論通姦一樣 都還是有個案需要 法律上來救濟 那現在是說 當然這個問題會 法院大概都會透過民法 1052條第二項來解決嗎 就是實質上去認定說 你們是廣義的不能夠維持婚姻嘛 但是有時候 你到法院去訴訟 有時候這個陳審法官會跟你講說 台灣的離婚的法律啦 台灣的離婚的制度是 你們兩個要自己協議離婚 簽字很快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法院訴訟離婚的話 就是你要有法律上的離婚請求權 要讓法院來肯認說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離婚室友的話 事實上是很堅 還是一個很艱辛很漫長痛苦的過程啦 所以會想到說是不是進一步 我們回到法律上面來解決 那今天民法它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法律啦 在台灣社會適用也很久 但是說還是有一些個案 這個案也不是少數 那需要說我們去照顧 我們要去維護他們的權利 那剛剛還就是說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案子 跟一些分居的問題 我們希望說法務部這邊 可以在一個更廣義的 或者更研究的 或者看參考外國的立法力 給這部分 至少叫這些個案上面 而且不是少數的個案上面 我們都給它一個 基本上的權益的維護跟保障這樣子 謝謝委員 我們相關的問題都開放心胸 都有這個廣泛的團 都有在廣泛的討論 要加快腳步啦 是是是 因為事實上也不能再空轉 要快一點 是是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座委員 接著請徐鈺仁委員發言 謝謝座委員 接著請徐鈺仁委員發言 那包括我身邊就有幾個 我的朋友 因為他的這個可能是親戚 是勞工 那因為他沒有結婚 但是當然也就沒有 沒有子女 那但是退休的時候呢 他變成說他領這個 沒有一次領完這個退休金 然後變成單月單月領 那領了幾年之後 他生病了 然後住院 然後後來 因為去年天氣比較冷 就過世了 就是心肌梗塞 那現在變成說 他原本可以領的退休金的滿額 他沒有領到 但是 只領了大概三分之一 大概還有 一百多萬沒有領到 那這些錢 現在依照我們的法律上來說 變成說是要充公 那想請問一下說 就法務部的認知上 這是不是合情合理啊 退休金的部分應該是 他是財產權嘛 那財產權的部分 退休金他已經死亡了 應該就相關的這個 退休法的規定 他不是 就是沒有領到的那個部分 如果不是他遺產的一部分 當然繼承人就不能繼承啦 那一般我們的繼承人 一般的民事法律關係 如果被繼承人 他完全沒有民法規定的 繼承的順序 都沒有繼承人的話 我們一樣也是都歸國庫啊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像我剛剛談到這個案例啊 他其實也不是個案 我也聽到一些社會上 蠻多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他的親戚 就是說他的可能是兄弟姊妹 就沒有錢辦後事 那他可能就是一個 就是說這個過世的這個 這個長輩他是一個獨居 獨居老人 那請問一下是誰 應該來幫他處理這個後事呢 他身後的錢 沒有領完的錢衝到國庫去 那請問一下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的法律上有需要修改嗎 如果他的親戚也沒有這個能力去辦他的後事的話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應該要動用到那個社會救助法的那個社會救濟的那個部分 那應該是在那邊去做相關的規定 那 似乎不宜在我們一般的民事法律關係的一般法民事民法當中去做規定 那我給你一個數字齁 就是說老保局統計在 老保年金2009年上路之後 60多萬的勞工領老年年金 平均月領1萬6千多齁 那但是目前到現在為止 約1萬1千人在領取期間死亡 那所以有1千多例 審查中或者是無符合繼承條件的遺署 也就是這1千多例呢 都變成是充公 那這1千多例裡面 大概有75%到80%左右 他們是沒有辦法去辦這個後事的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法令是非常的僵化的話 其實它會造成社會更多的問題 其實就一般公務員也好 其他勞工也好 他在退休的時候 一般人都會去計算 他的生存的年齡大概多久 他是一次領比較划算還是 但是不能這樣算嘛 因為有可能很多是 就是說意外死亡 那像我剛剛說那心肌梗塞 這個也沒辦法預測嘛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法令 是不是太過僵化 然後是不是有需要被調整的庇用 如果說是這樣的case的話 是不是說按照你的比例 有多少可以讓家屬辦後事 然後應該怎麼算 是不是應該 那個應該有一個比例的原則去計算 這個部分應該是有關相關的退休法規去做規定啦 那如果說需要在民法做怎樣的調整的話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把委員的這個意見 納委做我們未來修法的時候的討論啦 嗯 那 呃 所以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194條啊 米法194條 不法侵害人致死者 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場上的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之相當金額 嗯 那這個東西還是以這個 嗯 我們這個比較 就是說 華人社會這個直系血清的這個想法在論斷說 到底誰有權去請求賠償這件事 那我剛剛講那個case是退休金 可是這遇到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說這加害的部分 那 呃 他的 龐系血清或是說他的 就是說 直接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 難道沒有辦法請求賠償嗎 呃 依照現行的規定 是 精神上的損害賠償確實是如此啦 現行194條的規定確實是如此 那194條之所以這樣規定就是因為 當生命前被侵害的時候 那個被侵害的人 他已經死亡了 權力主體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就沒有請求全人 所以由第三人去請求 他是一個精神上的這個痛苦 所以在當時194條在規定的時候 他就這個限定那個必須要很親密的親屬關係 那請問親密的親屬關係的定義是什麼 以我們現行大家的感覺啦 應該是父母子女配偶是最親密的親屬關係 那如果父母雙亡 但是這個被害人又單身的話呢 依照現行的規定就是沒有嘛 那是不是要擴大請求全人的這個範圍呢 擴大是啊 他是擴大是啊 所以以法務部的立場來說 你們是贊成這一套修法 我們認為這個可以討論 那按照你剛剛的回答 就是說我認為你是贊成的啊 對啊就是說 以理或是以情來說都是make sense嘛 對就是說可能他 但是他必須要限定在某些條件 對那是不是說就是剛剛提到嘛 就是說除了這個他父母雙亡 或是說他單身沒有直系的這個親屬的狀況之下 他可以來去行使這個擴大請求權這件事情 是不是 以法務部的 以你的看法你是認為是贊同的 這個法這個修法 我目前目前法務部還沒有討論 但我覺得說這個是可以納為考量的啦 對但是可能要很避免就是說 產生其他的弊端 可能要很損慎的去限定他的法委 你認為會有什麼樣的弊端啊 有可能他在先前就有一些 可能並不是真正的撫養的情形 而且在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個案在判斷上他們過去到底有沒有撫養 可能在判斷上也有很多事實上的困難 證據上取得的困難 那就我的理解裡面啊 如果說就是說以現在的民法裡面 如果這個人是單身沒有子女 然後又父母雙亡的話 那他等於是就 就是說沒有人可以幫忙他去處理賠償的事物 就是說這個所有權人這件事情的決策者 是不是啊 如果其實如果他這個單身他有遺產的話 那遺產就是依照繼承法去繼承嘛 那如果他是被侵害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比如說幫他支付傷賬費的人 因為這是財產上損害賠償 依民法的192條的規定是可以請求的 是 對 現在講的194條講的是精神上損害賠償 對我說精神上損害的話 是可以擴大這個請求權這件事情 是有討論空間的嘛 是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徐委員 接著請周 周陳秀霞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好 有請主秘啊 請您主秘 周陳偉兒好 主秘好 主秘剛剛你 我聽你說什麼經費通通用完了 業務費 對 法律事務司的業務費很少 本來 本來就變得很少 有沒有再多編一些啊 我們每年依照那個預算都要減10%啊 那要不要再多編一點 我們當然希望多編 要不然都沒有業務費了怎麼做事啊 是啊是啊 我們今天審的是民法第194條的修正案 是是 那這個這一條裡面規定是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 被害人之父母子女或者是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依實物來說 本條就是基於以被害人之間的特定身份 所衍生的固有權利 所以學者視為所保障者為請求全人的生命權 不是 是身份權 不是生命權 這部分我們是 贊同的 但是 我認為因為現在社會普遍是有隔代教養的問題 這樣的規定 我們覺得是有不夠周延的地方 因為現在隔代教養是非常普遍的 那 主密你覺得請求主體應不應該把 這個 擴大到有負責 負責服養被害人長大的 主父母 請求主體的部分 主父母的部分 是不是 負責服養被害人長大的 主父母 這個部分 剛剛我們也提到過 現行的民法確實是 沒有這樣的規定 那因為我們整個社會的變遷 整個社會結構 家庭結構的改變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 好 其實以親密關係所衍生的 身份法義受侵害時的這個 精神痛苦 跟民法第148條的 第二項 誠信原則的規定 我們主張應該是要擴大 應該是要擴大到主父母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 我們在 明年度的再篇修正文 我們會把這個議題 列為這個討論 其實司法是保障人類文明的 社會的基石 也是維繫人與人之間 和諧相處的根本 更是實現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是 根據台北地方法院 幾年前統計的 交通事件 撥斗被害人生命 判賠的金額 大概 在300萬左右 非交通事件的 也差不多 多了一點點 335萬左右 我覺得 其實這樣是不夠的 你覺得呢 這樣夠嗎 這樣的金額合理嗎 報告委員 剛剛您提的300萬 是只有精神上損害賠償的部分嗎 還是包括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這個是法院判賠出來的金額嗎 這個是中位數的部分 大概300萬左右 但是法院在判損害賠償的時候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像交通事故這個 它可能有包括 這個 就是財產上跟非財產上的部分 那它通常就是會分開計算啦 然後再加一個加總 我不知道這300萬是全部還是 只有精神上的損害賠償 如果是就是說 你這個部分也包括 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那因為精神餵斧金這本身 就真的是很難有一個 一致的標準啦 所以我們在保障被害人家屬權益的方面 像目前最高 這個強制死亡最高的 理賠金額才220嘛 這樣沒有辦法完全 理賠法官所裁判出來的金額啦 現在裁判出來的金額都不只這些啦 那為了要保障被害家屬的權益 我認為是應該提高強制險的這個 理賠金啦 應該要修法提高啦 雖然這不是你們的主管啦 但是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想了解一下法務部的立場 這個恐怕這個涉及到金管會的這個 我只是想聽聽你的看法啦 所以可能我不太 法務部對這個政策上的決定 我們都不會有這個 好沒關係沒關係啊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 問這個金管會 那被害人死亡之後 依民法第195條的第二項規定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得讓餘 或者繼承 但是賠償請求權以依契約承諾 或以起訴者不在此限 也就是說學理上所說的 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行使的專屬性 或者虎未經的不可繼承性 這樣對不對 是這樣嗎 是這個是精神上損害賠償 它是一個醫生專屬性 那你覺得這樣的規定合理嗎 一般因為它是 它的它本身的這個受到傷害嘛 所以這種醫生專屬性在理論上 都是這樣的一個規定 我國實務上 因為有第195條第二項的規定 基於憲法第80條 法官依法律審判的義務 只能受該法條的拘束 但是學界對於這一個規定 已經有檢討的聲音出來了 而且不法侵害致死 身體健康受侵害與死亡之間 時間非常短暫 或者是因為加害人逃逸 或因忙於醫治被害人要取訴 取訴或者是得加害人的承諾 其實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在實務運作上 目前的規定幾乎是間接 就宣示傷重或者事後死亡者 法律不賦予其有該項請求權 只有這個輕微的受傷的人 才有該項請求權 這樣輕重失衡 沒有顧及社會實際的需求 我們覺得是不適當的 你看這一條要不要修 這是第195條 不是今天的 剛剛委員提到的喔 就是說比較輕傷的部分 才可以請求 其實就算被害人已經死亡 他針對財產上的損害賠償的部分 還是可以有財產上的損害賠償的部分 他還是有繼承的部分 這個195跟194條就是有點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搞清楚 195跟194跟我們今天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對195他是人格權也是一身專屬權 他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規定他這個 傷重或者事後死亡者 華麗不互以其有 該項請求權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沒關係啦 你再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我們覺得是 這個也要一起來秀啦 你回去研究一下 是是是是 是是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 發言 麻煩主席有請 那個主席有請林主密 請林主密 謝謝 好主密我們本次的條文呢 是在規定民法的侵權行為 那有關於精神未助金的請求權的問題 那侵權的行為呢 一般我們是指 不法侵害他人的權利 那依法呢 加害人應對被害人 這個因 加害人應對被害人 所造成的損害 那麼來負相關的賠償責任 那損害我們也可以分為兩類 一個是財產上的損害 一種是非財產上的損害 那我們現行呢 民法對於侵害他人生命權的損害的 賠償責任 分別是規定在192條跟194條 那192條的是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今天194條的也是我們稱為 撫慰金的非財產上的損害 那當然撫慰金的目的 看起來似乎是針對非財產上的損害 來作為一個補償啦 但是如果我們嚴格來講的話 撫慰金的補償 並不是對於非財產損害的只補償 因為非財產的損害 事實上他也是沒辦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那麼撫慰金呢 不僅是為了可以填補一些的損害 另外還有撫平的功能 也就是作為被害人或者是他的家屬 在心理上有受到一些的痛苦啊 或者是不公的慰藉 所以有很多的學者也特別提出來 撫慰金呢還有這個 他其實還有制裁加害者不乏行為的功能 所以今天顏寬和委員提出了這個版本 他特別將兄弟姐妹 以及有同居事實的配偶 父母 比方說媳婦跟公婆住在一起的 還有女婿跟岳父母之間的關係的 那都應該要納入 就像剛剛張宏露委員特別提到 我們在生活共同人的部分的認定上 可能會比較困難 那我想先從假設這麼多的委員也特別提出來 針對這個法案確實他有修正的必要 我相信不管是我們在自己在民間的服務處也好 或者是各位所碰到的案例 一定有很多是沒有辦法符合這些規定的 但是他確實是共同生活人之一 所以未來我們在訂定這個規範的時候 他相對的他就要更加的一個明確 所以我看到法務部這邊的建議是說 希望呢你也提到就是對於這件事情呢 他在民法以外還有很多的法制面會受到衝擊 所以希望能夠給予一些的時間來做研究 原則上我是同意 因為如果我們會牽涉到更多的法制面 當然我們必須要更周全的去思考 那所以呢你們希望在今年度要邀請專家學者 來成立一個民法在邊的研究小組 那希望我們這個案子可以予保留 那麼再進行審查 那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可以給予更多的時間 讓各位把更多的面向都討論進去 但是呢時間不宜太久 因為每一天你在民間上我們碰到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在發生 我希望能夠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 就能夠提出你們的建議 我想這個這個昨天我特別有跟次長提到 本來次長是說希望半年啦 但我覺得半年實在太久了 如果可以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 會期應該還會有還有幾個月再進行啦 所以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 我希望你們能夠提出一個報告 好那我現在要再來請教 就是針對於剛剛張宏路委員 特別提到的共同生活人的部分 在這個界定上您的看法 應該怎麼樣做一個限制或者是擴大 假設他是沒有沒有直接的親屬關係 沒有直接親屬關係 可是他們確實是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可能是五年以上 那未來我們要怎麼樣去訂定 比方說是用時間 或者是有沒有直接的親屬的關係 未來我們可能會朝向怎麼樣來做研議呢 這個部分可能我們還要多方的討論啦 就您個人的看法 您贊不贊成 假設他是沒有直系的血親的關係 甚至可能連祖父母 或者是說連岳父岳母之間 他是跟女婿住在一起的 那你的建議呢 這個未來可不可行 這個未來我們認為 我認為是說 這個未來可能真的是必須要把 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案例 在法條當中加以規定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可以適用 那至於具體的做法上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修 都不要有弊端出現 可能他也有可能是同性之間好朋友住在一起 那長久並沒有相互的這個撫養 只不過是大家精神上是在一起的 可是後來他如果確實到年紀大了 然後他有可能就是反正兩方都單身的話 他可能就是相互的這個去撫養的話 那在感情上 人民的感情上 我是覺得像這個部分可能可以納進來 可是呢這個是事實上要怎麼去證明 這個在司法院審判的時候 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都會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把相關可能的情形 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好 那回到那個主秘你剛剛提的 假設我們今天是兩位同性之間 他們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那這就牽涉到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的 同性婚姻法的部分 那就假設喔 我們這個他們兩個共同生活在一起 就您的看法 應該是要幾年的這個證明 那或者是說您的看法應該是 要用什麼樣 比方說他們是共同生活在五年十年 是要用年限嗎 或者是要依據什麼樣來做我們 在可能在給他的這個權力上面 可以做請求 我可能認為說 單純用年限可能不太妥適 好 那你覺得會用什麼會比較合適 可能必須要看具體的個案 他們之間的狀況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你定法律 你沒辦法用個案來定啊 你必須定一個通則啊 不是嗎 那你必須要抓出一個基準點啊 那這基準點你當然不可能說 你當然個案你要來參考 但是你不能用個案來定你的法律嘛 沒錯嘛 對 沒錯 所以你必須要有你現在你自己的立場啊 就是你大概你未來 當然這不是你最後的版本 因為我們最後還是會邀請很多的專家學者 提供意見嘛 但是你法務部 這個不能說你自己完全沒有立場 對這件事情 你一定會有自己的見解啊 不是嗎 那沒關係 這個就是給你們參考啦 是 就是我剛剛回到的 在這個會期當中呢 我希望結束之前能夠提出 你們跟專家學者研究的報告 那既然呢要 在今年你們要成立這個小組齁 除了這個194條的修正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會針對民法來做修正的討論的空間 其實我們預計在明年要 不是今年是明年 對明年 要成立再編的修法小組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民法再編的部分 88年做了大幅度修正之後呢 88年修正 它因為那一次修正就進行了很長的修正 所以它的相關的討論的依據 可能以我們現在來看都已經落伍了 是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2002年 德國它有大幅度的修正 那大部分都參考這個聯合國國際商品的買賣公約 以及就是國際商品買賣 國際商品契約原則 還有歐洲契約法的原則 來這個修正做大幅度的調整 那歐洲先進的國家也都有做調整 那2002年德國做調整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法務部雖然歷經88年的大修正才三年的時間 但是我們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我們當時有跟政大做一個研討 當時的學者呢都認為說 我們暫時不需要去做修正 但是到現在已經也過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在的債編的規定 確實是有必要再做大幅度的修正這樣子 好 OK 那我現在也是在提供一點 就是有關於現在我們消費習慣的改變 過去的我們從實體的店面 慢慢的會從網路上去做消費 那當然從網路上的消費 不論是信用卡或者是匯款等等 就會產生很多的交易的糾紛 那未來我們會不會也把這個 就是我無曉得現行 我們都是用民法的部分來做處理嘛 那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就是 好像你們打算有關於電子數位簽名的部分 是希望要用數位簽章法 是嗎 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數位簽章應該是經濟部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電子簽章法 但是好像是法務部 不管是不是他們提出來的 但是好像法務部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是嗎 不知道 我在法律事務司當司長的時候 我並沒有去這個議題 並沒有來問法務部意見過 我們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好 那沒關係 這個我再了解一下 那我請教一下現在對於有關於網路的購物 我們有沒有必要來訂定一個專法來規範 或者是我們現有的法令 你覺得民法上面已經足夠來規範 現在的網路交易的紛爭嗎 網路購物的部分 其實它是買賣的一種 只是它的買賣方式的不同 那如果現在網路購物很大部分都是透過電腦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電腦簽章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電子簽章的這個部分 那電子簽章的這個部分 因為有電子簽章法的規定 符合電子簽章法的規定就可以了 所以在網路購物這個部分並沒有問題 那另外就是在消費者保護法 它有相關的定型化契約的約定 好 那我再請教 就是現在您贊不贊同 我們在查契網路犯罪的時候 我們其實並沒有比較完整的規劃 規劃 那麼對於偵查跟協助 偵查這些調查的犯罪 犯罪的調查的人員 比方說檢察官啦 檢察事務官啦 調查員等等的 那麼是不是應該 我們應該來訂定更多的要點 讓他們可以在查契的過程當中 是可以更快速更加完備 您贊不贊同 有關查契這個網路犯罪的這個部分 其實法務部針對我們的檢察官 有一直在做這方面的一個在職的訓練 是不是來訂定要點來做規範會不會更快 這個部分涉及到檢察師的業務 我會帶回去 好 沒關係 我有一個 我等一下 我還是會有臨時提案 那也請那個櫃部可以來參考 是 好 謝謝主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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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由美麗委員發言 謝謝 主席 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機 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 Howsure 是可以請我們的林組密 請林組密備�� 林主任好 那今天我们要修这个民法的194条 那当然就是民法194条 它是规定说不法侵害他人自死者 被害人的父母子女及配偶 他虽然不是财产上的损害 也可以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 那这一条的一个规定 这个请求权依照专家学者的意见呢 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对于第三人的 一个独立的请求权 那他这样子就说 今天被害的人他死亡了 其实他是一个直接的被害者 但他死亡了 那他的亲人 就是他的父母子女跟配偶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请求权 其实认为是说 他一个是认为是说 他是属于一种间接的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关系 所以认为说 虽然是直接被害人死亡 可是对于这个间接的这些的被害人 他所受到的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非常痛苦 所以让他有请求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另外呢 当然也有学者是说 会把他规定的父母子女配偶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 所以他基于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关系 所以当他的这个亲人过世 那他可以请求这样的一个 有独立的在请求权 那不管他是一个间接的被害者 或是说他是属于他的一个 特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关系 其实都是因为基于这种特殊的 这种情感关系而来的 但是我们来看说 这样的一个亲密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这个连结呢 其实是不是只有 我们这传统里面的这样一个身份 所谓的父母子女配偶 我们也看到说 在今天这整个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 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形态的 越来越多元的情况 就像刚刚其实也有委员提到 对不对 他们可能是同居的关系 可能是同志的关系 对不对 那在他们没有办法结婚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关系 其实可能更胜于就是 一般的配偶 或是父母子女的关系 或是说这种 就是这种亲人的这样的关系 但是因为在我们现在 因为说194条 这个民法的这个请求权 他是把它界定在 就是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特定的一个身份关系而来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财产权的这个部分 把它定修改的话 它其实会去联动到 就是其他的195条 刚刚也有人提到 那可能还会牵涉到184条 那所以这个民法的一个规定 其实是一个蛮严谨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里可能就会回复到 就是可能要修 也要去修改到 我们的民法亲属篇的关系 因为它是从身份关系而来的话 因为你这个所谓的 非财产权的请求权 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请求权 是基于它的一个身份 所以你今天如果这里要放宽 你必须要在身份的那边 去做一些放宽 那今天身份的这个放宽呢 这里就牵涉到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你会看到隔代教养越来越多 就像说我们遇到的一个 就是上一次我在咨询的时候 提到的这买宏凯的案子 事实上它是这个所谓的隔代教养 就是阿嬷在带着孙子 那在这种情况 就是当他过世的时候 事实上阿嬷所受到的伤害 就是他的痛苦 可能都甚至于他的 比他的母亲还痛苦 可是呢在今天的这个条纹里面 事实上他是使用不到的 那即使依照这个延宽恒的 这个条纹里面呢 可能也不见得会用得到 所以在这里就会牵涉到 就是说好当这个时代在变迁 家庭整个一个形态在改变的时候 他可能是隔代的教养 有可能是亲戚在抚育他 也有可能是未婚同居的伴侣 他也有可能是事实上的夫妻 或是三代同堂等等 各种不同的形态 其实现在很多的各种的组合都有 所以在这里的 就是这条当他要去修改的时候 其实你必须要先去考量 现在整个一个家庭的这种身份关系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可能要去全面检讨的是 这些的家庭的身份关系 怎么样去把它扩大 那甚至看到这个现在事实的 这种整个一个多元的这种形态 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 真正受到 感受到非常痛苦的人 他能够去得到这些的赔偿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 即使就是这个所谓的隔代教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所谓的 从这个2004年的8万户 现在已经突破到10万户 所以已经占有1.28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尤其我们看到在原住民的部落 几乎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隔代教养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现行这样的一个条文 的确有它的坐镜见肘 所以是该好好去检讨我们的身份法 身份法里面的这些的身份关系 然后它再去调整这财产上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债偏 这样的一个规定 否则的话你只是去动了债偏 而没有去动亲属法这边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将来还是会发生 这些局域的现象 那当然另外的就是说 在这亲属法的部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反映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法定继承人 法定继承人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兄弟姐妹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情况 事实上很多的兄弟姐妹 其实非常关系已经非常的疏离 那甚至很多父母一过世的时候 其实在打官司的都是兄弟姐妹在打官司 那现在呢也有这案例呢 就是说夫妻两个结了婚姻 他根本没有小孩 父母也过世了 可是呢夫妻两个人 他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一栋房子 那今天任何一个人死亡 可能就是那未死的未亡人的 那一边的兄弟姐妹 要来跟生下活着这一个人 要来跟他分这个财产 分这一栋房子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要怎么做都 我想要把这栋房子保留给我的 另外一半 可是几乎达不到 因为兄弟姐妹绝对有特留份 绝对可以要来跟他分这栋 唯一的遗产这栋房子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变成 因为他们也不确定到底谁会先走 所以也没有办法说 我就把这房子移转给另外那一位 因为谁先走都不晓得 所以在这样处在一种非常焦虑 不确定的一个状态 他们觉得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特留份 还有这种所谓的法定继承人的 这些的顺序 是不是也应该要随着我们时代的一个变迁 而有所调整 您觉得呢 有关继承篇的修正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法务部已经 草案已经提出来了 你们有提出来 送到行政院了 提给那个行政院了 行政院也审查 就这一块有修吗 这一块没有修 那你们修了什么 就继承顺序的部分没有修 但对因继承的部分 就是那个特留份的那个部分 它有减少 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说 要去不管是亲属或是继承 其实这里面必须要去看到说 我们的整个 尤其在我们台湾 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构 其实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如果我们当然是传统的 这种所谓大家庭的这种概念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那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希望是说 你们对亲属跟继承 这方面的身份关系 真的要好好去全面的检讨 那另外一点呢 也就是这跟通议有关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 整个台湾其实是越来越多元 而且我们的这种 所谓的外籍配偶 那甚至外籍人士 在我们台湾 但会发生诉讼的情况 其实是越来越多 那在我们也看到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在要求司法院 对所谓的通议的这一块要加强 那在保护部呢 在检察师的这一块 就这个我们在侦察庭的时候的 这个通议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目前需要用通议的案件呢 大概有三千多件到四千多件 可是呢 使用实际上使用的 几乎不到一半 那你说今天他对 对于这个所谓的 我不安那一国的语言 那今天没有使用通议 就变成有点半差嘛 对不对 那你办差就会有所误解 那所误解就会变成是说 我对我自己的权益 就没有办法去完整的保护 所以这里一方面 对于当事人 他的一个诉讼权 因为当事人的诉讼权 他其实是宪法上的一个权利 因此呢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应该要得到说 我今天对语言不通 你应该提供给我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权利 这是必要的 那另外呢 就是说 也因为他的这个通议的不足 或是通议的不qualify 以致造成我权利的受损 那另外呢 可能也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一个司法资源的浪费 为什么 可能如果我了解之后 我有可能去和解 或是我愿意自白 所以那就有可能进入到检疫判决 或是进入到不起诉 或是还起诉 可是因为我不懂 所以呢 我就硬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机桶压奖 到最后呢 就全部都起诉了 然后到法院去也一样 就是又是机桶压奖 所以在这里事实上也是会浪费司法资源 不仅是侵害个人的诉讼权 其实也是去 对不对 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个浪费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会觉得说 一个好的通议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监察院呢 在几年前就已经有纠正了 要求我们司法院 也包括我们保护部呢 要去对于这所谓的司法通议 要去建构起来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你们也去建了这所谓的名册 通议的名册 还有日费 旅费等等 有这个办法 但事实上我们去看到说 你们在这整个一个训练的 这些课程里面 其实呢 其实是比较注重这所谓的 专业的知识 对于这种所谓的 广化文化的这个沟通的部分 跟语言的这些训练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有我们知道说 有些比如说像原住民 他们有些话是盗装的 对不对 那你说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有些话 可能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 他的理解是相反的时候 你得把它错误的翻译 那刚好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那这对当事人的权益 其实也是影响蛮大的 所以他不是只有说 我会讲 比如说我会讲泰国话 你很粗浅的泰国话 那我就给你一些法律的知识 你就可以去当同意 事实上这是不够的 所以最根本的一个长期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在大学里面 其实应该要开这些的 司法同意的这些的课程 我们其实 我们看到说在司法改革里面 其实我们就只有看到 法官检察官跟律师 所缺的其实周边的 这些配备的人 这些人 其实是要去协助 整个一个司法品质 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这些周边的配备 都不足 所以这里面包括司法同意 所以其实在司法同意 这里面其实应该要去 跟大学 去做一些的策略的合作 他们应该要去开这些的 所谓的司法同意的这些人 而且这些将来是专业的人士 那这样子 他就能够为我们司法所用 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 每一次就是 临时去找一些杂牌军 然后就说 只要他会讲那一国语 很粗糙的讲一下 然后训练了这二十几个小时 那他就可以上路了 这个真的是太粗糙 这个真的是对当事人的权益 是保障有所不足的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要求 就是说请你们法务部带回去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提出短中长程 短期的可能是 我们也有很多的外配的小孩 我们也有很多的外配 他们具有他自己本国的语言 他的母语 再加上母语的 他自己的文化 他最清楚 那这些可能要训练的 是专业的知识的训练 那他就可以上路 那有些是我们本国人 我们需要想要去当司法通议的 那他可能需要加强的是 一个语言的训练 再加上这些所谓的 这跨国的语言的 这跨国文化的一个训练 那当然再加上 这些专业的知识等等 所以事实上这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翻短中长程 去把这一块把它建构起来 因为这从陈美甄 当监察委员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出了 一个纠正报告 而且是厚厚的一本 那今天已经五六年过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说 你们能够加强 可不可以 是 是 是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邮委员 好 黄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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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哲委员不在 接着请林威州委员发言 主席 我们请林祖密 请祖密 林委员好 所以你对这个民法的相关的这一部分 算是你的专长吗 主席 我不敢 你说你是高考 高考法治 法治 所以民法当然也是 也是 对 考试要考民法吗 当然 对 这个我不了解 不了解你们到底要考哪一些项目 有分刑法或民法吗 高考有分这样子吗 有高考进来担任公务人员有分民法刑法 分开来的吗 有吗 高考法治 但是高考有很多种 有非法律人的 他可能就只考民法盖要 甚至没有考的 OK 太多了 这个 好 我们来讲主题 今天主要讨论194条民法相关的规定 要来修改 那我看一下这个修改修正的条文 其实它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 它把它扩大的范围 适用的范围 不限定在 被害人的父母 子女及配偶 不限定在这个 把这个放宽了 所以 适用范围放宽 那另外还有一点 倒是有一点重要的 就是 修正条文里面 第二项 第三行 被害人对其父母 法定抚养义务者 他同时是开放的 放宽的范围 但是 放宽的适用对象 但是也做了限制 要对他 被害人对他要有 富有决定抚养 有法定抚养义务的 是 要被他抚养 这样的条件 而不是 如果只是同居 其实不一定 一起生活也不一定 他如果没有 而且是法定的抚养义务 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如果只是住在一起 法定抚养义务 在法律上 有没有可以很明确的 来 当法官要 依据这一条 来做判决的时候 是不是够明确 法定抚养义务 在法律上的规定是怎样 在民法的1114条 有规定 那针对前三者 他都是有亲属关系 那最后一个家长跟家属 相互间 他可能有亲属关系 家长家属 对相互间 家长家属 对 就是 我们户籍上有一个家长 然后其他的是家属 不一定有亲戚关系 对不一定有亲戚关系 只是 譬如记户籍记在那边 对 的他人 对 但是呢 记户籍不一定有家长家属之关系 对 因为我们这个民法的1123条规定就是说 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 家长家属 那 虽非亲属 同居一家 也可以 大部分家长 但是他毕竟有一个 有一个定义在那边 对 就是要家长家属关系 对对对 或是大概就是血亲关系 这样才能够被认定为所谓的 富有法定抚养义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修正条文 是可接受的 就是说 他虽然扩大了范围 但是呢 他也限定了 适用的对象 一定要有这种 被害人本身 要对他富有法定 抚养义务的 而不是可以无限的扩张 只要同居 只要在一起就可以 倒不是那个样子 不会泛滥 不至于太过泛滥 而造成有某种道德风险 比如说有伪造啦 就是 明目啦 找明目去请求啦 这样 那样的情况也会造成将来 判决上面的困难 这个造成司法判决上面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至于同性婚姻那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在 同性办理法或是说民法修改的当中 一定也会考虑到同样的法定权益 所以应该不用 在这里不用太考虑那一部分 同性办理法或是民法的修订的时候 一定会把他的同居 同居义务法定权益都考虑进去 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个关系是更密切的 是超出这个的 抚养法定义务的 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们要考虑单纯就是说 当我们把它放宽限制的范围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道德风险 或是有一些认定困难 这些部分能够排除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一个修法的方向 因为虽然有的国家 刚刚我们也看到说明 有的国家是没有这样子的 所谓精神赔偿这一部分 大概只有财产赔偿那一部分 但是精神赔偿也有国家是有的 尤其东方国家比较有 这方面像日本好像就是有 那我觉得精神赔偿这一部分 有它的必要 因为如果是被抚养人 法定被抚养人 尤其是年幼 或是没有自主能力 需要人家扶持的 年幼或特别年长的 这样子的对象 那这样子的 因为他在财产请求上面 当事人已经死亡 其实很多就会消失了 除非是损害到他的 这个被抚养人的财产 不然是当事人的财产 那一部分可能就很难请求了 那没有直接关系的财产 那就没有财产上面的请求 常常会落空 那精神上面的请求 如果它是一个很需要的 是一个真的要被抚养的年纪很大的 或是年纪很小的 未成年的人 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权利 我觉得是可行的一个修改的方向 对社会的帮助是很大的 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一笔经费 那将来他要有社会 这个单位 社会处 社会局的这些单位来接手 其实是辛苦的 我觉得 好 扩大适用的范围 但是也要做一些限制 这些限制的目的 当然就是希望能够 让对象明确 然后不会造成道德风险 也不会衍生将来判决上面的 模糊不清跟困难 把这些负面的 可能产生负面的因素 考虑俊气 在法条里面做一些必要的限制 跟规定 我想这一个修法的方向 是可以来考虑的 给你们做建议 朝这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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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委员 接着请蔡逸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那我们请 法务部的主秘 请林主秘 蔡逸文好 主秘早 那我们今天这个 针对这个民法194条的一个修正 那 这个194条从这个 我们这个民法 它是民国18年就定了 然后至今也没有去更动过 那我们一直把这一个过去的 我们就是认为说 非财产上的损害 我们在这个条文中把它限于说 父母子女跟配偶 这样的一个限说 那 颜委员他所提出 他是希望是可以扩张到 民法1114条 1114条 就是说 你把有法定抚养义务的都是属于非财产上的损害 那 主命你的个人的看法是怎样 就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颜委员所提的草案 确实在实务上 我们当今整个家庭结构的大改变 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法务部呢也愿意就是说 我们愿意开放的态度 就是说 针对这些相关的这个问题 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愿意就是来讨论 主命我 我觉得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好不容易讨论 可以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们法务部 应该要好好的盘整一下 我们现在对于这样 损害赔偿 非常上损害的 请求权 人 他跟其他法律的一些进合 到底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例子 是 虽然不是我们法务部的管辖 他是属于劳动部的 就是属于这个老保 老保的一个遗嘱津贴 这个老保遗嘱津贴 过去他们都是认为说 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年金 这个老保年金 他的限缩就是说 你也是一样是只有配 子女 那祖父母可以去领取这个年金 兄弟没有办法 所以过去一直有 大家有一个批判说 这是不是在惩罚单身啊 我一样我缴了保险费 缴了保险费后 结果我出事了 我的兄弟姐妹 没有办法领到这个年金 那我想同样 在讨论这个老保 这个老保 这个遗嘱津贴的时候 回到了我们法务部 所管的就是194条的一个精神 那是不是有同样的就是说 那我今天我 我 我不小心 受到侵害 然后我的非常大的损害 他的限缩范围 就是非常的小 那我再跟 祖密 我再跟你说 这样会产生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 就是在于说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 都有保所谓责任保险嘛 那责任保险就是以指说 他要产生多少责任 那保险公司来做给付 那我们知道 现在有所谓这个 呃责任保险中 我的这个保险的理赔上限是 300万 那所以我会合理期待说 今天出事情的时候 我的家人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300万 但是后来 常常我们在 在地方会遇到一个状况 他出事了 他说 责任保险是以你产生多少责任 我在保险公司再来 再来替你的 产生的 要赔偿的一个 义务责任 我再去做多少 金额的一个给付 但是 因为194条 规定的这个 非常上的损害 限于父母子女配偶 那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有兄弟姐妹 好 我有保责任保险 好 我有兄弟姐妹 但是我的 父母已经 已经不在了 我也没有配偶 我没有配偶 我就没有子女了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说 不好意思 虽然你保300万 但是 没有非财产上的损害的一个金额 所以我不赔你 我不赔你 然后等发生车祸啊 发生这样保险底赔的时候 哇 没办法赔 那我们是名义代表的 就很辛苦了 我们要去保险公司谈 我们要去跟他谈说 欸 那怎么对 人補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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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败 他不败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条 19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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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责任产生啊 没有责任产生 所以祖命 你遇到这样的状况多吗 欸 因为这个保险的部分 应该在那个金管会比较多啦 我们这里倒是没有碰到这种的案例 因为 你们没有碰到嘛 可是这个案件很多 是 有可能 太多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因为 因为现在责任保险 而且现在大家 呃 现在部分组还蛮多的嘛 是 现在很多都是 啊 可是他有兄弟姐妹啊 是 喔 祖命你觉得这样的状况合理吗 呃 对 就是说 呃 当然这个可能我们现在 以现在来看 他是 呃 未尽合理啦 所以 呃 法务部愿意 这个我们已经打算 呃 召开 呃 学者专家的委员会来讨论啦 呃 避免就是说 我们如果放宽的话 会不会有道德风险 要怎么去做适度的限制 嗯 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 确实我们194条的修正 会影响到 责任保险的那个部分 对 那责任保险 我们增加了这一个呃 呃 就是说呃 呃 增加那个请求全人的部分 会影响到保险公司 他们在计算这个保险费率的计算 所以 这个部分可能都是要讨论的啦 对 欸 因为我想喔 现代人喔 会去保险的那个观念是来越多了啦 是 但是因为194条的一个限制 确实让很多当时候去投保的人 对 他们预测说我既然投保了 300万的一个责任保险 对不对 那我出事了 保险公司会帮我扛这300万 对 这是我的合理期待啊 对 结果今天因为我没有父母子女 我没有父母子女 是 我只有兄弟姐妹 我没有这个出事的人 出事的人 对 对 他只有兄弟姐妹 结果没有责任 那保险公司也谢责啊 我觉得说 所以每一部法律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通盘检讨 是 道德风险 是 道德风险是有的 但是我不认为 在194条的修订中 会产生道德风险 是 我不认为会这样 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啦 是 很少的 那如果要说道德风险的话 保险法整部法都有道德风险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这个民法才是所有 这个包括其他 其他法律的一个最上位阶的 他是一个最上位阶 所以我们 在194条的时候 我们希望法务部 一定要好好的一个 一个审做好不好 好 那是不是先请 那我们先请那个 竹蜜可以先做 那我们再请这个司法院 这个民事厅长 秋厅长 秋厅长 委员您早 听长早 听长因为我时间也不多啦 我直接问重点 是 你觉得我们现行民事诉讼的一个制度中 诉讼费用合理吗 因为我们在民国89年92年大幅修正的时候 我们现在采取的就是 民事诉讼费用的部分递减 也就是说 你告的金额越多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的金额会递减 那整体来讲 目前大概就是1.1% 以这个的部分来讲 跟外国法规目前去比较起来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高 而且有大概将近10年左右的部分 其实目前也都没有去做调整或是相关的 我们没有特别的高 但是这个金额也没有 也没有是一个合理的金额 我要讲 从这个八仙案 它的一个请求金额 已经破百亿 结果这个民事诉讼是没有人敢去进行的 所以所有的民事诉讼到后来都会演变说 我要从刑事宣告 再附带民事 就是为了节省了这样的一个民事诉讼 可是这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等民事诉讼在处理的时候 都已经离案发的一个时间 离证据已经变得相对的遥远 那如果我刑事 后来没有办法取得到一个有利的判决的时候 我的民事就不虎 因为已经是四五年后的事了 那为什么会衍生到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民事 我打这些 我打一场民事诉讼的一个官司 成本太高 我逼得我一定要去刑事附带民事 听长我这样讲 是 我了解委员的意思 那包括委员的部分 您刚所提到的 例如像八仙案这个部分来讲 他们可以透过相关的团体诉讼 就我们所知道的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部分 他们也对八仙案 这种特别的事件上面 他们给予辅助 那法律基金会给予辅助了之后 包括诉讼费用的辅助 以及相关律师的辅助 那当然 就是辅助啦 是 也跟委员报告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目前的民事诉讼 采取的是败诉的当事人 负担诉讼费用 所以如果当事人 他主张的权益上面来讲的话 是适当 请求的金额是适当 有可能他在法院的判决 会获得全部的胜诉 那全部胜诉法官就会 在主文预知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对 诉讼费用被告负担 但是是没有问题的 是 问题很多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但是原告还是要先付啊 我才能启动 这个诉讼的一个程序啊 那如果我要 我要启动这个程序的成本 是这么高的话 会让很多人去进入诉讼的 一个门槛 一个高门槛 所以我觉得说 诉讼费用部分 我会再提修法 那我希望我们 司法院这边 也好好去思考 我不希望说 台湾的 司法的一个系统 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进入门槛 让要进去的人 他会害怕 虽然说我 我胜诉 我胜诉的话 被告负担 但是这个会呈现一个不合理啊 为什么台湾的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都偏低 因为我不敢提高啊 我提 我说我受到损害了 可是我不敢说 我受到损害的金额 告多一点 因为我告多一点 我就要负担比较多的诉讼费用 如果后来 我请求 1000万 法官只判 100万给我 剩下的900万的诉讼费用 是我自己要吸收的啊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说 还是卡在 诉讼费用 过高 而且我们都把它定 就是说 递减 这个递减也不是说 我到一定金额以上的时候 就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一千万的诉讼费用 我就要10万 我请求1亿的话 我就要付100万 我就要付100万 这都是不合理的 好不好 简单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有诉讼救助 还有法律辅助的部分 可以辅助当事人 那诉讼费用的部分 其实适当的金额 其实可以保障原告 也可以保障被告 比较不会被烂诉 我想委员你的提案 我们会仔细的审作 当然要避免烂诉啦 但是避免烂诉的理由 不能变成 真正有需要 利用司法的人的进入门槛 好不好 謝謝 澄一杰 陈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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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呂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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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张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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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陈赖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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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罗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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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郭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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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陈欧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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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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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江启臣 江启臣 廖國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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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我們請最後一位段儀康委員發言 小文修正草案,這個民法第194條 講了這個非財產損失的賠償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叫做衛輔金,精神的賠償 那我先舉一個例子好了,在今年有一個 南投地方法院有一個判決 有一個有精神病的男子啊 他爬到了隔壁的這個樓上然後跳下來 那壓死了一個賣菜的一個菜飯 主席不知道知道這個新聞 那當然他不是故意把他壓死,他是跳樓嘛 那要自殺,結果就把這個老太太壓死 那後來呢這個老太太的丈夫跟他五個兒子啊 就提出要求要有這個賠償 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個條文 那後來南投地方法院就判決了 就判了這個男子,就是他已經死了 因為他跳樓死了 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兒女啊 要去賠給這個賣菜的老太太的丈夫一百二十萬 然後他有五個兒子 這五個兒子呢分別要賠給他們八十萬 所以加起來就是五百二十萬喔 那當然啦這個判決有沒有道理我們不講 因為這個案子呢我只是從新聞上看到 我對這個案子其實有點好奇就是說 這個法官的這個判決是說 因為這個被告一定說他因為他有精神疾病嘛 說他精神喪失 那法官是說 因為他要爬到自己家的樓上頂樓 用這個簡便的梯子爬到自己家的頂樓 然後再翻過女兒牆到了隔壁 然後再跳下來 這個動作蠻複雜的 所以他應該不是精神喪失啊 我不曉得我們在法律上所認定的精神喪失是 完全不變方向 或者完全沒有辦法有這個自主能力才叫精神喪失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要跟兩位請教的這個主要的這個點喔 但是我要主要是請教說 好那我們如果這樣的一個衛府金 他是看這個起初請求的人數 那如果這個老太太他只有三個兒子 那是不是這個跳樓自殺的這個男子的家人 他就我們會就少賠了160萬 因為80要乘以2等於160 他因為他兒子比較少 那如果他的兒女假設如果有10個呢 那是不是變成要賠920萬 這個概念是不是這樣 我們這個法律的概念是這樣子嗎 報告委員 損害賠償最大的原則是在於填補損 那填補損害的話 假設以剛才委員您所提到的這個 他有一個先生還有五個兒子的部分來講的話 先生跟五個兒子會因為你這個人的行為 把我至親的人壓死了 所以我先生受有損害 我五個兒子受有損害 所以你要填補我的損害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總數 然後他看多少人去分配 是去填補這個損害 他是分別去填補 是 那所以就會要去看這個 因為那這個法官這個判決 他有數額之不同 所以他對於賠償這個丈夫呢 就是120萬 那賠償給兒子呢就是80萬 現在他覺得這個丈夫所受的損害比較大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假設這個被壓死的老太太 他也沒有丈夫 他也沒有父母 他也沒有兒女 然後我們還要再去找這個之外 其他的這個撫養義務人 有可能會找到 說不定找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所以呢 法官對於這個很遠的地方去的人 他並不是一個總數 讓你說譬如說我就是1000萬 你看去找這個是財產上的賠償 去找到有繼承的這個順序的人 所以他這個概念不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再去找 我們在法律上面 可以認可的包括父母 包括子女 包括配偶之外的人 那當然就有 可以斟酌的空間 因為他的關係到底 除了這個我們一般認定 會非常密切的這些親人之外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是 會有很大的一個 這個可以斟酌討論的空間 這個我了解 你們的這個態度 但是我要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現在我們到底啊 以我剛才那個例子好了 我舉的那個例子 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衛輔金啊 就是這個精神的賠償喔 的審酌標準到底是什麼 如果根據我所看到的就是 這個最高法院說 要斟酌兩兆身份地位 然後既經濟狀況 以及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 為衡量的標準 兩兆那包括我剛才舉的那個個案 這個法院在判決的時候 他也說我衡量兩兆的身份地位 還有經濟狀況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今天被壓死的 不是一個賣菜的老太太 他如果是一個家庭比較富裕的人 這個媽媽剛好走過去那邊 然後就被壓死 那有可能他的家屬會提出要求賠償 那我們的法官有沒有可能去審酌說 因為你家裡有錢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這個是一個被壓死的 是一個賣菜老太太 因為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丈夫 跟他的子女所受的損失 是精神上面的 是他的感情上面受到很大的一個損失 那所以呢我衡量你 因為你是賣菜的老太太 你可能家庭經濟不好 所以我給你判決就比較高一點 可是呢如果今天走過去的 是一個有錢的老太太的話 他被壓死了 那法官會不會認為說 阿姨你家裡有錢嘛 所以我就賠的就少一點 就判賠呢 因為你家裡不缺這個錢 那可是如果 因為他不是財產上的損失 他是精神上面 跟感情上面所承受的衝擊 他會因為他有沒有錢 造成這個被害者的家庭 家人的感受會不一樣嗎 他可能經濟狀況不好 可是他家人可能感情也不好啊 他可能經濟狀況好 可是他們家人的感情可能連結緊密啊 可是那我們這個標準到底是什麼呢 報告委員 這個其實就是剛才尤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你是 老實講這是不能夠用金錢去做衡量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法官對精神衛浮精 至少就是像委員剛才您所提到 其實我們去會審酬被害人跟他家屬 親疏的關係 兩個人的感情到底好不好 如果兩個人形同陌路的 所受的損害程度 你們這個最高法院這個標準沒有寫到這個 報告委員他最後的所受損害程度 就是我今天 我這個賣菜的他的先生 跟賣菜這位老婆婆 被害人所受痛苦的程度 對對對 兩個人之間的親屬的 親疏的程度好或不好 那如果說好 那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還要再去證明說 我跟這個被害者是關係非常的好 我還去證明說我們的 我們平常不吵架 我們每天都會跟他虛寒無暖 報告委員應該還不用 因為基本上你有這個身分的地位來講的話 那原則上你就符合這個 那我能不能再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到底這些賠償的金額 你們有沒有去統計過 這些一年這麼多案子 的賠償金額大概都在多少 我們看到法院的判決來講的話 就如同剛才委員您所提到的 因為配偶之間他的關係比較親密 剛才委員跟您報告的就是 審酌他們的親疏程度之後 還有審酌加害人 以及被害人的身分 具體的金額 所以大概我們看起來來講的話 大概配偶之間 我們看到法院判決的部分 100萬上下的部分都有可能 如果是子女這邊的部分來講的話 像委員剛剛所提到的這個案例 大概80萬 也大概其實也跟委員報告 目前大多數的法官 對於金城衛福金這邊 那我今天如果 主席主席我再講兩分鐘之內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當事人 我被人家告了 那我怎麼知道 我可能會大約會承受多嚴重的這個要求 要付出多嚴重的這個賠償 103年 司法院有開放刑事案件的量刑資訊系統 讓簡便跟當事人查詢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對這個民事的賠償的部分 也不光是這個衛府金啊 就是說能不能有一個系統 能夠讓大家也可以去查 知道說 如果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大概會賠償 我坦白講啊 台灣的人命是蠻不值錢的 台灣的人命是蠻不值錢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至少有一個這樣開放的系統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民事上的賠償 他大概的金額會有多少 這個讓法官其實也可以 在他做裁量的時候 他也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做這樣的一個裁量 我會不會被批評 或者我跟其他人比較起來 其他的案件的狀況 我至少可以看得到 那當事人大概也會知道說 我當判決之後 我為什麼會被判得特別重 或者是特別輕 我還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讓我做參考 有沒有可能司法院 去考量做這樣的開放 是 謝謝委員職教 其實報告委員 民事廳我們在明年的部分 我們打算請我們的統計處 把分北中南東五區的部分 把五年之內 有關損害賠償這邊的部分 我們可能包括到的 我們說手可能是斷掉 腳或是斷掉 或者是這樣精神衛福金的部分 我們請我們的統計處 把這邊的部分 把它資料做 根據五年內因為比較新 把這個資料統計起來之後 那我們也考慮到城鄉的差距 北中南東 那本來我們初步的想法是 這樣子的我們做成了之後 我們提供給調節委員 那也像委員您剛剛所指示的 或許我們在這個做完之後 可以放在網站 那就是能夠像開放這個刑事案件的 量刑系統一樣 能夠有一個開放系統 我們或者在審預算的時候 繼續來討論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段委員 好 我們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發言完畢了 我們巡答結束 那委員質詢的時候 有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者是以書面答覆的 請相關機關能夠盡速 送交個別的委員 以及送給本會 那麼如果有委員提出 書面質詢的 我們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來答覆喔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進行這個討論提案 那我們總共有三案 是先請工作人員宣讀一下 提案A 鑑於現在社會之家庭型態 隨時代變遷日益多元 實務上不乏隔代教養 親戚婦育育 未婚同居伴侶 事實上夫妻等多種類型 然現行民法親屬及繼承篇章 並未將上述家庭型態納入考量 從而導致第194條 第195條 對身份法義受侵害之請求全人 之限制仍以父母子女 配偶等核心家庭成員為主 依照成此次僅修正民法 第194條 會有權力保障失衡之一律 原此 建請法務部 應考量我家庭類型的多元態樣 應盡速全盤檢討 並提出民法及其他相關修正法案 送交本院審議以為人民之權利保障 提案人 油美女 連署人 周春敏 張宏璐 徐玉仁 為了不要讓網路成為另一個犯罪領域 對網路交易及網路犯罪而言 在民事部分 建議法務部可以針對網路買賣所設事項 制定專法以規範網路交易 或於民法增訂條文或增訂專款 規範網路買賣 提案人 許淑華 連署人 周成秀霞 周春敏 油美女 林維洲 C 對於偵查及協助偵查網路犯罪之人員 包括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調查員 相關之司法警察人員 及其他有關機關人員 建勤法務部訂定要點 來做規範 以加強網路犯罪之查器 以使網路買賣及與網路有關之行為之規範更加完備 提案人 許淑華 連署人 林維洲 周成秀霞 周春敏 油美女 提案D 鑒於台灣近年人口政策 受少子化高齡化的影響 傾向廣納外來移民以人力缺口 通義人才因此被顯重要 又查近年司法機關檢察機關 在涉外案件中使用通義的數量明顯不足 就其原因與通義人才之人數培育不夠息息相關 嚴重影響外籍人士訴訟權利 以司法院培育至通義人才為例 其教育訓練時數 僅約20小時 課程偏重法律專業訓練 缺少跨文化溝通與語言訓練之相關課程檢察機關 原此建議法務部會同司法院及教育部等相關部會 就司法通義人才之培育參考國內外相關制度 延你提出 有提供了一份他的建議文字的修正 是不是先徵求提案有委員的 是不是要參照法務部提出的文字的修正嗎 好那是不是請林主密來說明一下 好請中司長 是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於委員的提案呢 這個在第二行的部分呢 我們建議將那個就是改為 食物上不乏隔代教養親戚扶育 那後面有未婚同居伴侶 及事實上夫妻這些字呢刪除 所以直接就會從親戚扶養等多種類型 那著作一些文字修正 以上報告謝謝 好那如果 還有補充嗎 那如果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按照這個文字上的修正 好那我們就提案通過 那第二案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做以上文字上的一個修正 來我們還是要請那個 來中處長 是 跟各位委員報告還有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因為網路買賣在那個消保法裡頭 有一個網路交易的一個規範 還有相關的定型化契約 所以我們建議把這一段的文字呢 修正為這個為了不要讓網路成為 這個第一段就是一樣啦 從第二段開始好了齁 就建議這個行政院消保處 法務部 經濟部 通傳會 及相關機關 針對網路買賣所設事項 於消保法或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增定條文或增定專款 規範網路買賣 以上報告謝謝 好那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話我們就照案通過 來那針對第三案一樣 是不是也請中處長來說明 是 那第三案呢 因為這個有關於這個犯罪偵查 網路犯罪偵查的部分呢 還涉及相關的機關 所以我們建議第三行的部分呢 就是從建請這裡開始齁 就是建請法務部 匯同內政部 通傳會 文化部 及相關機關 研議定定相關規範 來做相關規範 以加強網路犯罪之查器 然後後面都是相同的 以上報告謝謝 好那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意見的話 有嗎 沒有不見我們就照案通過 好那進行第四案 一樣是 要主命還是處長這邊說明 第三是 第三剛剛是由委員剛簽名的部分 第三部分 應該沒有 原則上沒有意見 看司法院這邊有沒有意見 謝謝 蔡舟長 蔡那個 廷廷長 廷廷長 我們回去來處理 好謝謝齁 那我們就以上四案都照案通過 沒有齁 好 好那我們已經處理完臨時提案了齁 那因為呢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 民法的第194條 我們本案還是有不同的一個意見 那是不是請法務部 在研議民法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要參佐本院委員會 所提供的意見納入考量 那我們現在就做以下的決議啊 我們 呃本案令期在 呃定 討論可以嗎 今天就不再出 好嗎 來其他委員 好謝謝齁 好那我跟委員會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106年度法務部及所屬主管的收支部分呢 我們在 11月7號星期一的時候報告巡打已經宣讀預算 都已經提案完畢了 那我們就不再受理委員所提的新提案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齁 現在休息 明天早上9點鐘我們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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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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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